對於千百年來解釋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讓我們一一來拆解 信義不迷 Hello!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信義不迷 今集要繼續和你們說三世書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接下來 就會看這個三世書速查精讀班 大家都很有興趣 但是有同樣的憂慮 都會問我 糟了 其實我不太懂得完學術數 嚴格來說 完全沒有認識 但是我覺得三世書很有趣 與其出去找人幫我看 不如自己學懂怎樣看 但是我完全不懂得完學術數 難不難學 要不要學很久 要不要有慧根 會不會學很久 要很多年的經驗 才可以懂得幫人看 我想說 大家放心 對於我來說很簡單 兩隻字 就是識字 只要你識字 其實你是很容易學得識的 因為其實它只不過 真是一本書 去到記載了 一些古人統計回來的智慧 所以你懂得讀這些字 字面的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用它去查你的 根據你的年生八字 去查你一生 甚至是前生 或者來生的命運 我們都可以這樣去查到的 老套些說一句 依書直說 其實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三世書 我覺得在這麼多元學術數來說 例如八字 紫微斗數 奇門遁甲 等等等等 或者其他的卜掛 它是最容易最容易 最容易入門的一項工具 以前 人們會覺得 查三世書 是婆仔會做的事情 是三姑六婆會做的事情 厲害的師傅 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究竟三姑六婆是哪三姑哪六婆呢 輕輕說一下 三姑有尼姑、道姑和卦姑 顧名思義一聽 就知道是和宗教有關 六婆有牙婆做買賣 甚至乎有牙婆會買賣人口 賣小孩、賣奴婢都有 另外有媒婆和人家說梅提親 還有師婆就是做一些靈性工作 即是幫人求神問卜、拜神、宵夜等 我們都叫做師婆或巫婆 甚至乎人家可以稱呼為巫婆 還有乾婆 乾婆就是以前在妓仔做媽媽省 那些我們都會叫做乾婆 所以真的不要隨便去罵人家是老乾婆 另外還有尹婆就是幫人接生 還有藥婆就是專門賣藥 有些會是賣子餓藥、子餓藥 甚至乎是墮胎藥都有 所以傳統下來就覺得 是這三姑六婆才會做一些比較低下的工作 尤其是如果是真的和一些圓學術數有關的話 那會是掛姑和師婆都會有這些工作的關係上 那是掛姑但是她就比較 我覺得是升級、高一個層次 始終是那個姑字 可能在宗教場所那裡 可能是和尼姑或者道姑是同樣的程度 但是婆婆那樣東西 所以師婆或者巫婆就比較 人家的角度就會再低下一點 那就是幫人去燒一下衣紙、打小人、哭一下害怕 甚至乎看三世書 都會有些師婆是會做看三世書的 所以因為其實以前那個年代 那些人讀書不多 那其實如果你一個識字的人已經很厲害了 那一個識字的女人就更加是厲害了 那你已經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是只是打小人 或者不是做一些很低下的遺奴遺痞的工作 那你識字的話 你就可以幫人看三世書去算命 那但是她又來得容易 因為你只要識字你就可以看到 你不需要像其他的玄學術數那樣去學很多年 又或者是很多計算的方程式 那三世書只不過是你需要的時辰八字 你知道每一個範疇 究竟是用什麼的資料去查呢 那就對著那些表去查就已經可以了 那已經可以查到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依書直說去跟客戶說 那就可以了 但是譬如好像八字那樣 你要計很多型啊、黑啊 或者是核啊、沖啊、沖啊 很多煞啊 然後紫微斗數 我們也要計一些型沖啊 一些忌沖啊 一些四塊啊 一些飛星啊 那其他不同的玄學術數 可能其實她的計算的公式是比較複雜的 那所以相對來說 三世書就比較容易一些 那所以以前一般大部分都是婆子去做的 那你看到 通常呢 說自己厲害的那些師傅呢 是不屑去做三世書的 就是不屑去幫別人去閱讀三世書 去查三世書的 那通常都是婆子去做的 那所以 ok啦 不要叫我做私婆啦 ok 但是到時至今日呢 其實我不會認為 看三世書 只是那些婆子才可以看 或者才 你都是不夠了去做師傅 去學一些更加深奧的玄學術數的了 你都是看三世書的了 做婆子啦 那就是我不覺得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真是中國傳統下來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古人的智慧來的 那所以就是不容忽視的 不是說你很差就看三世書 我覺得現在到現在 當今這個世代呢 懂得用這一本書的人呢 才是厲害的 甚至乎呢 就是說起來 都有點漢顏 有同學仔呢 是來報名呢 是 就是看回原來他們的 背景 他們的記錄 是師傅來的 本身 本身已經是出來掛牌 做師傅的了 已經是做完學術數的師傅 幫人看八字的了 但是他們都想來學三世書 那是因為 可能其實他們在學其他的原學術數 就算是正於八字好 正於紫微斗數好 但是他真的從來未接觸過三世書 他不知道裡面的項目是怎樣查的話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他因為他懂八字 而令到他懂三世書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你都要找一個渠道 知道究竟是怎樣查呢 那所以其實呢 我可以給一個定心願大家 很容易的 我說得很容易 但是其實真的很容易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呢 就是一個很 要資料很充足的人 我會準備得很多的資料給大家 之前我跟大家提過一下 就是我開的班 我通常都會 預備很充足的資料 很多的項目 這個三世書也不例外 所以我就會做了很多的準備功夫 預備了這一本的筆記 這本項目給大家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有了 告訴你 怎樣查的了 OK 裡面呢 一開始的一些很基本的資料 一些關於天干地支 或者是六十甲子的立音 又或者是關於下令時間 又或者是真太陽時間 這些的資料 是一定要有的了 一定要給大家的了 然後呢 我就是會有 在這一本的古籍裡面 每一個範疇 究竟你要怎樣去查呢 我都會有些資料在這裡 告訴你 其實呢 原來這一部分 是用你的年天干 還是加上你的時 還是你的月去查的 每一部分都有的了 基本上呢 都資料很充足的 是補足了這一本的古籍裡面 是它不會寫在裡面的古籍 但是我是完全寫在這裡 告訴你 究竟這一部分 是用什麼去查的 這本文章呢 我都是已經 吐了很多晚的血去做的了 有三十五頁 裡面總共是有四十幾個項目的 所以都很豐富的 我去回顧這本書 這本三宅書和這本筆記的時候 逐頁逐頁去回顧 我發現原來我之前是講少了 我之前說過我準備了大約八十至八十五個百分比 我發現我是講少了 如果就項目來計 我估計是 真是錯誤 不是錯誤 沒有避充到大約說十個項目算可以數到五個項目 所以你想想這本書裡面這麼多項目來講 其實在我找到的資料 知道怎樣去查的時候 都已經是很充足好多的了 但是我想说,一般你去坊间找一个师傅 我们现在都专称为师傅 去帮你查三世书,流程是怎样的呢? OK,之前因为有经验,找人帮我查过 流程就是说你时辰法是怎样的,帮你写下 然后就OK,揭揭 这部分他不会说的 所以他就不说了,就跳了 不会跟你说什么原因跳的 总之他不跟你提就行了 你不认识的话,就跟人提就行了 原来是这样 然后一去就已经去到 这里开始他认识了 OK,这个是连续年生大的 你是什么年出生的 你是甲五年出生的 甲五年十二月 退财八大 不是喔,我上次去找那个师傅 他都没有跟我看这一部分 是看后面 里面铁素爪,南面铁素爪 那部分都没有看 是看这一部分也没有看 我看小儿关杀也没有看 一看就已经看小儿受胎来历了 那一看就已经看 OK,他的流程就是这样 OK,你是六月生人的 OK,你六月生人 你就九月受胎 那你前身就是敏男来的 那你个人就很慈善的 那在黄鹤楼前面 有三年内就有人敬施 但是呢,你是不愁衣食的 是的,你是富贵命来的 很快活的 OK,明白了 这里就是说你前身是怎样来的 好,接着我们去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呢,就看看你的六道神数 OK,你帮你数到 哦,原来你是天压星的 那你天压星呢,他就说 是在压中人身困 作事见见温来朝 为人带疾方言受 牢碌生涯不可见 那主人有暗疾 那你有没有暗疾啊 是的,做事就不是太顺利了 只是適宜尼早远行他方 所以就离开家 不要留在香港了,OK 那你就会比较好些 你是有尼早命的 接着就说完一部分的 接着又去下一部分了 哦,出行游方日 那OK,你是夹生日的 那这一天呢,大空啊 不宜出行啊 那身有时空亡,你自己小心一点 是的,接着就 这一部分又不说了 不懂得说的话 那接着又跳去下一部分了 哎,又不懂得说啊 那接着又跳去下一部分了 那你是,哦 是龙的 那原来你是龙的爪的 那所以呢,你就八足这么多爪了 嗯,是的,记住了 那你是苦的,这里 苦也是苦的爪 所以呢,你也是很努力去找食 好了,我们就看下一部分了 那你春夏秋冬四季,哪个季出生呢 哦,原来你是夏季出生的 哦,原来你是生在皇帝首的 哦,那你也是很努力去做事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给你看的了 就是逐一部分 去看整个流程 坊间的师傅都是这样去做的 你记得你就记 啊,他给你录音你就录啦 你随着你就随着啦 那很快呢,就揭完 不用一小时呢 就已经看完他可以帮你看的东西了 那,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是的,所以呢,我另外呢 就会弄了一份的记录 的表给大家 那,基本上呢,之前有些朋友仔呢 他去找我帮他算过命啦 紫微斗数也好啦 或者其他的算命也好啦 我都会给他一份报告的 甚至乎是SRT也好啦 我都会给他一份报告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有一个记录 对于个案来说呢 才是最好的呈现方式啦 也都令到他有得着啦 也都令到他可以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看啦 不是我就这样去帮你揭完之后 就跟你说完 就说完一轮之后 收了你钱就算啦 那所以我有这份表呢 就是你查回每一个项目 是怎样的时候 请你可以记录下它 记录下了之后 你可以有相关的语句 就是你不只是说记录下 你是铁掃爪 然后然后你是打铁命 那么就写打铁命在那裡 我是需要 我是会啦 是写上他那个股文 那个诗 等我不用下下 我去review我自己的这份语句的时候 我下下都要打开这本三细书嘛 就是那个客人他未必有这本三细书 但是我有些资料可以写下在这里 那我就觉得非常好 那还有呢 其实一份那么长进的资料 这个我都弄了十三板子 那这份资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其实之前说过 三细书其实它是一些很散的items 那有些是很独立的items 那但是里面有一些资讯呢 可能是重复了的 但是 例如它会有讲不同的财力 那有几个不同的财力 但是有些资讯是重复了的话 但是里面讲的内容 又可能有少少的出入的话 那我们怎样去看呢 就是这样去听完师傅说 那这里又说你赚到钱 赚到多少 然后那里又说你 那个算法又说你 其实不是很多钱 没有什么积蓄 那怎样去算呢 怎样去看这件事呢 那我就觉得 我们需要有一番一份的记录在里面 然后列了所有东西 在这本书上查完 我们可以查到的东西出来 再去大围去看完这一个人的资料 然后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做 不讲其他的原学术数 我讲是做三细书的查阅的工作里面 是比较会完整一点 再全面一点的一个流程 是给自己和个案 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究竟我找到出来的会是怎么样 那所以呢 其实整件事是很容易的 也都是可以 只要你有心机的话 你都可以做一些很完整的资料的记录 那其实你不需要很有心机 因为心机的东西我帮你做了 已经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可以 照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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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里面的资料 上课的时候当然是会和大家解释 如何去做 和大家一起由头去到做一次整个过程 那 大家就会很清楚地知道 究竟我怎么去查三细书 然后知道了 在这个三细书里面 找到我的相关的资料 整份完整整的档案 在里面 然后 最后 更加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我们如何去理解 如何去理解我们找到出来的那些资料 里面那些医书直说 照字面解 还是我们如何去把它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上 因为这本是千多年前的智慧 古人的智慧 只作好一个未雨绸缪的打算 或者一个更加好的心理的准备 一个精神上面的准备 或者一个灵魂上面的准备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些古籍当中 去参透到一些智慧给我们 我觉得三细书或者其他不同的玄学术数 都是吻含着这些很大很大的智慧 很大的提示 很大的能量给我们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古人的智慧 也都好好珍惜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些资料 今次就先说到这么多 未来就会有更多关于玄学术数 或者是新心灵的话题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都有兴趣的话 记住like,subscribe,share 还要按一下小钟 那你就会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